我是選民力量蘇浩 我是選民力量王家樂 我是普羅政治學院的廣國廚 撥亂反正2011票債Q上 撥亂反正2011票債Q上 選民力量撥亂反正2011票債Q上 我當選之後 我會將我的議員津貼 全數回報回去補趣區 自己做了選民力量的義工那麼久 我覺得是時候要進一步去幫人 我之前都是很喜歡幫人 既然幫人我就幫到底 就走出來參選 跟大家說票債票償的理念 我們選區的形勢其實有三位候選人 我選民力量一位 其中一位是民主黨 另一位是獨立參選的人士 在選區裏面來說 其實我的形勢裏面來說都是比較惡劣的 因為他們之前有些人是有做地區工作 有些人說我們空降下來 有一個是現任的區議員 他們很多方面也都有相當的優勢 但是我們下來做2011票債票償的理念 要帶給當區的選民聽 我們不是說我們不做任何政治和民生的事 民生政治的事我們一樣會帶給大家 但是我們要帶多一個訊息就是 我們為何要票債票償 票債票償的理念很簡單 我們是追擊藝民主派 為何我們要追擊藝民主派 我們不是用槍去追擊別人 我們希望所有選民去投我們一票 但是我們要做的事是 比現任的區議員做得更加好 地區的工作要做得更加好 我們才可以在你們手上 是拿到一票回來投給我們 我們票債票償的理念 不單止只是口說那麼簡單 我們是講完 我們還要落實去做這件事 各位寶翠區的街坊 其實我在這段時間內 落區不斷去看 不斷去觀察 又跟很多人去聊天 有些很多街坊跟我聊天 其實衍生了很多問題 在寶翠區內 有很多人想在山市街裡 希望有扶手電梯 上山的居民也是方便些 因為山坡實在是很斜 我也很明白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爭取相向的扶手電梯 大家出入都方便 還有山市街的滲水問題 斜坡 希望政府也可以介入 給他們一些資助 可以做滲水斜坡的問題 是非常之嚴重 其實做區議員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當選 我會將我區議員的津貼 用回社區 回報回社區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可能是我做的事 人家未必會夠膽去做 每一季我會公開議員辦事處的帳目 我們是透明問責 給寶翠區的居民 監察我議員辦事處的運作 協助區內的大廈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以及申請大廈維修基金 成立長者之偶會 為區內的老人提供活動 以及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亦會推行網上議員辦事處 配合智能手機服務 我全職會為社區 會見市民親力親為 絕不假手於人 保育社區固跡 監察各項重建工程 提升公立醫院的質素 保護醫護人員的人手充足 改善悲怒詐皆一帶渠臭和渠塞問題 全力爭取重鋪日負利路面 以及加建安全鏡 監察香港港島西線的建設 減低首次登記稅 加快引入電動車和建設設施 減少污染